我叫文青 我14年和我妹妹一起来到加拿大上高中 高中毕业我们就去了SFO这里上大学 然后疫情这次的话 我们俩就分开了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分开这么久 在疫情之前 我和我妹妹一直都是一直生活在一起的 从小学开始 从有记忆开始 我们就是一直生活在一起 没有分开过很长时间 因为家里的一些原因 然后她就先回国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 分开之后的生活状态 因为加拿大这边疫情比较严重嘛 然后城市也封城 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自己待着 上课吃饭学习 包括买东西都是从网上订 但是我妹妹 但是我妹妹她在国内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然后她可以她就是在上班 然后可以到处出去玩啊什么的 然后我还挺像如果说她在这边的话 或者我跟她当时回国的话 我们俩在一起可能会更开心一点吧 两个人在一起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不开心 没有那么孤单 因为疫情期间大家都要受到隔离的影响 其实疫情让人们的物理距离可能会更近了 也可能会更远了 但是就我的这些生活经验来看 我觉得我和我妹妹之间 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受到疫情改变而改变 我们还是会天天联系啊 天天打电话啊 发信息啊什么的 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或者她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我们都会分享给彼此 我觉得疫情还是一个比较 看得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时期吧 还是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然后我们快点团圆